在此开放自己的社交账号 三个月前曾发文再占一百天 网友纷纷在评论区为其加油补进 其社交账号认证信息为 为上清华复读13年考生唐上俊 据了解 今年是他复读的第14年 此次高考也是他参加的第15次高考 2009年 他参加了人生中第一场高考 刚过三本线 此后他通过努力 曾多次考上一本 包括中国政法大学 吉林大学等 去年被上海交大医学院护理学院录取 最终因专业不合适 他选择了继续复读 评论说都是赞美啊 什么加油 我看到不 我没看到 心心啊 就是犯禁继续中局啊 继续做犯禁 他受了民办多少钱 起码一辈子无私有无忧了 只是喜欢考试赚钱 在逃避 逃避进入社会 长期处于舒适圈 不愿意出来 我的学长说 四年前就抗扬过他的纪录片 还是在高中时候看的 现在还在考 精神没问题吧 这个例子验证了考清华 北大 贴富比努力重要 以前这个人出来不说历史考中科大吗 现在又变成了清华了 北大了 很多地方不允许复读 高塞是不允许复读的 如果允许复读会造成多年复读的情况 放进 放进 不允许复读会造成多年复读会造成多年复读会造成多年复读会发生的